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0毫升的血液提供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 心脏的跳动和钙的关系是多么多么的密切 心动过速了 心动过缓了 或者是二肩半闭锁不全了 这些心脏病它一定和心跳的节律是有关系的 临床的很多的心脏病很少去给他们配一些钙来进行治疗 心脏病作为一种很难治愈的疾病 当我们心脏的收缩的时候 心脏的跳动就会有规律 有截律 对心脏功能的保障 这是钙的作用的第一点 第二点 钙可以促进我们神经冲动的一个传递 那神经把每一个信息和命令 传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眼睛能够看得见 耳朵能够听得见 保证每个信息都能够准确地传到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就是良好的反肢 比如说直眠的现象它一定是传递的过程中 没有把睡眠的信息传到准确的部位 那有些人呢吃了饭以后就会肚子脏啊 没有让胃的蠕动能够进入正常的规律 势必就会产生我以上所讲的这些现象 那第三个呢 它管理了我们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肌肉在我们人生呢无处不在 它全都是平滑肌 也就是鼻腔的粘膜啊 那这样这些平滑肌的收缩能够很有规律 很有力度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给自己人体把钙离子补得很足很足 很多的人 上楼梯的时候呢 它就走不动 上楼梯一定是一个肌肉收缩的一个过程 我们把腿抬起来叫做肌肉的收缩 我们把它放下来 它就是一个肌肉的舒张 因为有些人觉得这种身体不舒服 胳膊抬不起来 那就会促进肌肉的收缩 女同志都特别爱美了 去做美容 和那个护理师是不是不断的用他的手法在我们的脸上 进行对我们的肌肉的一种提拉和按摩 触动和刺激我们的肌肉收缩 所以我们常做美容的人皮肤的弹性就会好 这样一概念来给到我们每个人的补好的话 那我们自然的肌肉收缩就会好 包括平滑肌能够很好的收缩 可以预防到心脑血管病啊 以及我们的组织器官的收缩就会改善 那是为了根本来感觉就会来得到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不能够了 再误会论一些 对此就是我来说 是为了想做美容的 直接就来共用 不是